我们今天就是介绍一个新的单元叫做三角函数的部分 今天介绍这个函数我们一样就是跟上次的指数对数就会先从它基本定义出发 然后呢介绍它之间的一些相关的横等式跟不等式 那我们在讲三角数之前我们要先从一些它比较基础的地方出发 就是说我们先介绍关于角度的部分 那角度是怎样呢就是我们先画出一个圆这样子 现在画面上就有一个圆嘛黑色的然后呢圆形是绿色的这个点 我分别画两条直径紫色的直径这样子然后互相垂直这样去区分 然后呢我们以前是说绕完整一圈是360度这个样子 这样子绕一圈过来是360度这样子只要是绕完整一圈 就只重复头跟尾相见那个点的话就这样是360度 所以半圆呢半圆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是180度 好或者是你要这样子也是可以就是从一个直径的某一端走到 同一条直径的另一端就是180度 然后四分之一圆就是90度OK 那90度那个角我们就特别称作它是直角这样子 然后呢在0到90度之间的角呢我们称为锐角就是这样子 橘色跟黑的这个这个是90度直角嘛 然后如果你角度比它小呢就称作是锐角 然后呢比90度还要大但是180之间 比如说这样子这个就称作顿角就是以前基本概念这样子 然后呢在细部的一些特殊角度我们再从中就是去做等比例的等分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就是刚讲的角度其实国小就有的概念 那接下来弧度呢弧度就是这样 我们刚讲角度的时候如果你们有注意看发觉它上面会有一个小小圆圈圈 然后接下来弧度呢就这样我们想说能不能不要每次都写那个圆圈这样子 把它用一般的实数去表达 那在讲弧度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个概念就是说圆周率 圆周率就是什么圆周率它其实是完整的圆周与直径的比 因为我们从国小就知道说你只要是一个圆一个正圆 它的圆周长跟直径长它一定是成固定的比例 那这个比例我们就要拍我们就给它一个符号叫拍 那它大概是3.14159多这样子 因为我们圆周率是把它定义成圆周长除以直径的长度 所以圆周长其实就是直径乘以拍 那半径就是直径的一半嘛 所以说呢直径乘以拍又等于半径乘以二拍这样子 所以圆周长就半径乘二拍 那如果今天当你的半径是一的时候 你的圆周长就会刚好是二拍 那我们就直接把360度跟二拍去做连接起来 我们现在要讲的弧度呢弧度的直的二拍 就等同于原本角度的360度 然后至于其他的角度要怎么去对应到弧度 就是用等比例的方式去对应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你原本这边一圈360度 其实就等同于用弧度来看的话就是二拍 接下来我们就把几个比较常用的角度列出来 还有它的弧度之间的转换 那其实这边列那么多你也不用刻意去记得它 你只要知道它原始的定义就是 角度360度的时候在弧度来讲是二拍这样子 现在就等比例去换算 所以30度是什么 为什么特别讲30度 因为如果我们画一个正三角形 三个边相等 那以前国家教学过了 三角形内角合180 所以正三角形的话 也就是等边三角形的话 你三个角都要相等 那每一个角就是60度 所以60度是一个很特殊的角 然后你把它做对半 对半去分的话 它刚切下去的角呢 边就变成30度 所以一般而言我们会想要知道30度的一些性质 然后以及等于要直角三角形 等于要直角三角形的话 除了直角以外剩下两个角的总和也要是90度 因为等于要的关系 所以就砍半45度 所以我们也会想要知道说45度角的一些性质 那回到刚刚我们讲的 角度360度的话对应到的弧度呢 它应该是二拍就一圈二拍嘛 那30度就是360度乘十二分之一 所以这边弧度呢也是一样 就是直接把二拍乘十二分之一就是六分之拍 那45度呢就是360度的八分之一 所以就二拍乘以八分之一就是十分之拍 剩下的一次也对 好 那这边呢有列一个绿色跟蓝色 就是一个它细部的转换公式这样子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不用去记得 因为其实你记得有可能就是会写错这样子 你倒不如直接去记得说 角度360度等于二拍就好 那相对的就是180度的话 其实就是拍这样子 其实你如果怕记错的话 你知道说就是去看单位员 单位员它的圆周长多少 那个就是360度 OK 那单位员的圆周长就是二拍嘛 去这样子连结它就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再提一下 回顾一下国中的避世定理这样子 如果国中避世定理有印象的话 就是我们会讲说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边我用蓝色特别把它框起来 这边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OK 好 它的斜边长 这个C是斜边 斜边长假设叫C好 另外两边就是两骨 的长分别是A跟B 那我们告诉你说 ABC之间它其实有一个关系 是 就是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那这个呢 我们就称作是B式定理 B式定理就是在讲这个等式这样子 它原因为什么 其实就是在这两张图里面就秀出来了 但我们不会去讲那个证明 你只要知道说直角三角形斜边长度平方 刚好是另外两边的长度平方向加 就可以了 那有了这几个前辈基础图的观念就是 我们知道角度 然后呢 角度如何跟弧度之间去做转 关幻以及B式定理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介绍了 什么就是三角函数 那三角函数呢 它其实有六个旋 这样子 它有正旋 余旋 正缺余旋 然后还有正歌余歌 我们先介绍最基本两种就是正旋 正旋是sin 以及余旋 cos 为什么会叫余旋 就是它前面有个 CO的关系 后面我们讲的什么 正缺余旋 前面有加一个CO的 那个其实就是变余的概念就是 但其實你不用刻意去記它中文的名字 你只要去記英文就好 那現在我們先給一個sida 是角度 我們現在用弧度表示 它是卸在0到2π之間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用弧度的2π其實就是90度 回來看這個對照表 90度剛剛就是2π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給的角度是一個瑞角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希臘字母它叫sida 拼法是theta 然後接下來有一個一圈 一條直線的這個念作phine 翻譯就是2π-sida 也就是90度減掉那個sida角就對了 那我們說sida你取正弦的值 對你把sida扔進sin函數 我們寫做這個樣子就寫一個sin 就sin它其實是sin 我們就取前三個字就是sin 然後sida寫進去這樣子 那它的值是多少呢 我們先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呢 假設它其中一個角度是sida角 剛剛講說要直角三角形嘛 所以已經有一個角確定90度了 然後我們要求說 另一個角是sida 剩下另一個角當然也確定 因為三個角的總和180 所以我們三個角都知道 以前國中學過說 你一個三角形啊 你三個角如果都知道的話 它其實就是什麼AAA相似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這個三角形它其實 可能有很多個 但是它們都是相似三角形 所以也就是說 每個角度是90度sida角 跟剩下是90度-sida角的三角形坑 沒有完全全等 沒有完全一樣 但是它的邊長比例是一樣的 然後呢 我們現在假設斜邊 叫做H 然後呢 這個瑞角sida角呢 它的對面會有一個邊 假設我們叫A好了 這個我們稱作sida的對邊 然後呢 sida其實是兩個邊去夾出來了 然後其中一個就是斜邊嘛 就是我們現在畫面上 長度標H那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邊 就是剛好也形成直角那個邊 這個呢 我們就稱作是sida的0邊 因為是跟它相0的 A那個是跟它相對的 沒有接起來 那sida曲正弦 也就是sin-sida是什麼意思 它其實就是斜邊長分之對邊長 正弦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你那個角度的正弦值啊 就是你把包含那個角的直角三角形畫出來 然後那個角的對邊 除以三角形的斜邊長 然後魚旋呢 魚旋就是斜邊長分之0邊長 OK 魚旋就是這樣子 那用我們現在畫面上 左邊那個三角形 那個其中一個角是sida的直角三角形 斜邊我們標H 那sida角的對邊的長 我們標A sida角的0邊長 我們標是B 所以呢sida值 就是sida曲於那個正弦值 它就會是斜邊分之對邊 也就是H分之A這樣子 然後cosida呢 就是sida的魚旋值呢 它就是斜邊分之0邊 也就是h分之B這樣子 我這邊顏色剛好有讓它去做對應這樣子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們剛有定義fine嘛 fine 它剛好就是那個90度-sida 它其實有一個專業的術語叫做補角 叫做sida的補角 不過那個補角這個名稱 你忘記也沒關係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三角形 稍微轉一下 它變成右邊這個 變成說呢 它這個三角形又可以解讀成怎樣 剛我們是用sida角去看 然後A那邊呢 就稱作sida的那個sida的對邊 B那邊呢稱作sida的0邊嘛 那現在把它翻過來的話 它可以解讀成怎樣 A這時候就可以解讀成是 fine這個角度的0邊 然後B可以看成是 phine這個角度的對邊 這角度的對邊 就變成說現在用phine這個角度去觸發 然後夾住phine的有斜邊H 那個斜邊H就固定了 那這時候夾住它的角是A OK 所以說呢 變成我們在看phine的0邊的時候 它其實是A 然後phine的對邊是B 然後我們剛講嘛 那個正選的定義是 斜邊分之0邊這樣子 所以呢 現在H分之A 第一個H分之A 變成是phine的斜邊 分之phine的0邊嘛 H分之A 所以變成這樣 它現在變成反而是cosphine的 因為phine角度的斜邊 一樣是H 但是連邊變成A 所以H分之A 其實是cosphine這樣子 所以說呢 變成H分之A 其實就是phine取余選 所以說你cd的正選 對應到phine的時候 它其實變成余選 那相對的coscd 就是cd取余選 也就是h分之B 它變成是phine的斜邊 分之phine的對邊這樣子 所以變成是sinphine 那變成是phine去取正選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呢 在講正選余選的時候 你要講清楚說是 針對哪個角度去取 然後呢 你就把那個 三角形畫出來 然後那個角度的 對邊斜邊放下去這樣子 啊 你選的角不同的話 它可能出來的比例 都是H分之A 或H分之B 但是它對應的角 可能是不同的sin 或不同的cos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些 正選跟余選的一些性質這樣子 現在sd是給0到2π之間 也就是0到90度之間 那接下來它有幾個性質 就是你的sincd跟coscd 它其實都是接在0到1之間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上一頁也知道嘛 就是你sincd coscd 分別是h分之A跟h分之B 啊 可是你畫直角三角形畫出來 甚至不用直角三角形啊 你隨便的三角形 我們都知道說 國小學學過嘛 大角對大邊嘛 小角對小邊這樣子 那你直角三角形裡面 最大的一定是直角那個角啊 啊 直角那個角對應到的邊長 H一定是最大的邊長 所以你A跟B都會比h要小 所以也就是說 你h分之A跟h分之B 都會比1小 因為分子都比分母小這樣子 啊 但是你三角形畫出來 你不肯變長是0嘛 所以你h分之A一定是正的 因為分子不肯是0 然後h分之B也會是正的 所以sincd跟coscd 兩個呢 都一定接在0到1之間 然後再來呢 sincd平方 加coscd平方等於 原因是因為你 sincd是h分之A嘛 然後coscd是h分之B 那我們把通分嘛 變成A平方加B平方 好 A平方加B平方 可是我們剛前面 在講B式定理有講過啊 就是你斜邊的平方 會等於兩邊的平方向下嘛 所以A平方加B平方 其實就是h平方 所以分子跟分母同時都是h平方 那就是1 所以說你這個cd 不然怎麼取 你只要是在0度到90度之間呢 它的sincd的平方 跟可算cd的平方 加起來都是1 然後再來 因為我們前面有講嘛 這邊 你sincd會等於coscd 如果cd跟phi 剛好相加是90度的話 那原因就剛講嘛 你把三角形 那個0邊對邊取的關係 跟它相對應的那個角度 你轉換它的那個角度 就可以知道說 sincd等於coscd coscd等於sincd嘛 然後phi其中是2分之π-cd 就是90度-cd 所以就得到第三個得字 sin90度-cd是coscd 然後cos90度-cd是sincd 這樣子 才會互相轉換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列出一些 比較特殊角度的sin值跟cos值這樣子 然後一樣就是現在我們會希望你們慢慢去習慣說弧度它是幾度這樣子 π是180度 所以6分之π就是30 4分之π 180除以4是45度 然後3分之π是180除以3是60度 那sin6分之π是多少呢 就把三角形畫出來 我們去看這個 現在我畫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這邊每一個角都是60度 然後呢 我從中間這個角做一個中垂線過來 畫一個直角中垂線過來 所以這邊 因為中垂線所以這邊角度對半分 所以是30度這樣子 如果這一邊的長度是1好了 邊長是1 那麼它三個邊 原本正三角形三個邊的邊長也是1嘛 但是呢 因為你把它對半分了 所以這一段的長度呢 會變成一半1分之1 那這一段長度呢 這一段的長度 用閉式地理去看嘛 就是 b平方加1分之1平方等1 所以就是說 b其實是 1-2分之1 瓜乎平方 就是1-4分之1開根號 也就是4分之3開根號 那就是根號4分之3 根號4我們知道嘛 因為2平方等於4 所以根號4就是2 就2分之根號3 這樣子 所以呢 size 30度 也就是sin6分之π呢 它是斜邊分之對邊嘛 所以它這邊才會是1分之1 那coscd呢 如果今天cd是30度的話 那就是斜邊 它的30度是角的斜邊分之 30度角的零邊 就是1分之b 也就是1分之2分之根號3 所以這邊才會是2分之根號3 那這時候我們先跳過45度 先看60度 60度的話其實有兩個看法 一個就是 你三角形現在的角度呢 這邊用這個角去看 那它的0邊呢 就會變成是1分之2 那它對邊呢 60度對邊呢 就是3分之π對邊呢 它是藍色的b 也就是2分之根號3 所以呢 sin60度 也就是1分之 對邊是2分之根號3 所以就會變成是 sin60度呢 就是2分之根號3 然後cos60度 cos3分之π呢 變成說是1分之60度的零邊 2分之1 所以最後就是1分之1那就是2分之1 這樣子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我們這邊提到的這邊第三個 的公式去代 sin60度 等於 sin90度 減 30度 那就等於cos30度 這樣子 也可以用這個去看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說sin60度是cos30度 那就把cos30度的角度超過去就好 就變成 那1次A推 好 cos60度其實就是30度 就用類似的方式 如果你要用第三個等式的話 那不管看你要用哪一個都可以 那最後 45度角的話 我們畫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因為你是等腰嘛 所以斜邊以外的兩個邊一樣長 然後直角以外的兩個角一樣 啊因為你三個角 內角合180嘛 已經扣掉一個直角90度 剩下兩個角就是加起來也要是90度 那就分別分到了45度 那如果我假設他的斜邊長是1好了 那兩邊長都是x 因為等於要知道三角形 所以變成xs平方 加x平方等於1 所以2x平方就是1 所以xs平方就是2分之1 所以xs的長度就是2分之1開根號 就是4分之2開根號 那就變成2分之2 所以兩個邊都是2分之2 所以呢 sin4分之π 就是斜邊分之對邊 也就1分之2分之2 那就2分之2 然後cos4分之π呢 就cos4多就是1分之他的0邊 一樣也是1分之2分之2 所以就最後也是2分之2 所以就剛好兩個一樣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去認算 這些每一個都是借在0到1之間 然後呢 同樣角度的ss平方 跟xs平方 就像這邊 譬如說這一個 譬如說這邊 1分之1平方 跟2分之3的平方 加起來剛好會是1 因為1分之1平方是1分之1 2分之3的平方就是4分之3 4分之3加4分之1就是1 然後其他的角度也可以去驗證 這些30度啊 45度跟60度 是比較常見的角度 那當然有些其他的角度啦 不過那個 出現機會就比較少 那就不在我們討論範圍 那再來我們介紹 就是廣義角 好 我們剛才討論三角度 我們現在就想說 能不能不要放0到90度 也就是不只放0到2分之π 能不能放多一點 譬如說放3分之π 甚至到π 甚至再下去 甚至不能放負的這樣子 這個情況下我們先介紹什麼叫做廣義角 我們現在先給好一個單位圓 單位圓是什麼意思 單位圓就是半徑長 是1的圓 我們這邊再要求件事喔 圓心剛好是圓點 也就是00點 我們現在先畫好一個單位圓 然後呢 你這個單位圓跟x軸的交點 它會分別有10跟負10 我現在把10標出來 這邊 這個頂高是10 那接下來我們就用10這個點呢 當起點開始去繞圓周跑 好 那我們規定你要繞的話 你可以順時針跟逆時針繞 好 這邊呢比較特殊的是 我們把逆時針定義做是正的方向 順時針是定義負的方向這樣子 ok 然後從這個點開始去繞 比如說我繞了180度 就剛好停在負10 這樣的話也是180度 也就是π 那如果繼續繞 這樣 360度繞回來 就是2π ok 但是我們再繼續走 如果繼續走 比如說我走個450度 那變成跑到01 就是說我現在繞一圈是360 我可以再繼續繞 我每繞一圈我就一直加360 但你可以不用繞360的整數倍 就是不一定要弧度2π的整數倍 你可以中間停下來 往一角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不只繞0到90度 我們還可以突破到360 甚至再上去這樣子 就用10去觸發點這樣去繞 如果你是順時針的話 這樣反過來 這樣的話就是到這邊 現在這個時間點是-2π 也就-90度 -180 然後我這邊是畫離圓周遠一點 但是你就想像成它其實都是在圓周上繞 -270 就-2分之3π -360 然後-450 這樣子去繞 比如說我想要繞個什麼 750度好了 750度就是360度乘2再加30 所以就是我先逆時針正的方向繞個兩圈 因為360度乘2 然後再繼續往逆時針方向走30度這樣子 那你看嘛 你繞一圈之後 其實它停到的點是跟沒有繞一圈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說這樣 你每繞360度 就是每繞2π 它其實是可以回到同樣的點 也就是說你只要經過2π的整數倍 不管是正的還是負的 只要是整數倍它其實都對應到同樣的點 那有了這個廣一角的觀念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定義廣一角底下的正義選項數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是3跟cos啊 不只能放0到2π 就是0到90度之間 現在我們可以把它放更廣的 可以0到2π甚至更多 那所以呢 如果現在隨便給個C打 C打就等下我們要繞的那個弧度長 我們現在都是強制都從10出發 然後沿著圓桌長走角度C打 然後注意我們現在角度C打是可以任意時速的 然後它走弧度長C打之後 它在單位上會停在xy點 那我們就定義 所以如果你是從10那個點 然後呢 逆時針正向的去繞C打 那當然如果C打是負的 就變成是方向來講是反過來 繞了C打之後 它落在的那個單位元上那個點 假設要xy 那我們就定義sinC打就是那個y值 cosC打就是那個x值 就分別畫面上的那個 紅色跟深藍色的部分這樣子 注意要是在單位元上繞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嘛 那個三角數 除了sin跟cos還有四個 總共有六個這樣子 那我們就定義剩下的這幾個 定義tangent cotangent second cotangent tangent是正斜 cotangent是乙斜 就是tangent再加一個cola 所以變乙的斜 second是正格 以及cos是乙格 然後它的定義分別是 tangent是cos分之sin 如果就是你剛剛那個c打 從10那個點出發 逆時針到c打角 停到xy那個點的話 那其實tangent c打就是cos分之3 其實剛好就是x分之y 但是你這邊你會發覺啊 你是x分之y 那你分母x分是0嘛 所以這邊有加一個條件 就是你的x也就是cosc打分是0 cosc打什麼時候是0呢 就你x是0的話 那就是分別在單位元上 跟y軸交集兩個點嘛 因為y軸就是x等於0的那條線嘛 所以交集完就變成是 0 1跟0-1這樣子 換句話說你cosc打不能是0的話 也就是說你的c打不能夠是90度 因為這樣子走是90度嘛 然後還有這樣子走-90度 然後還有就是分別到了90度之後再繞一圈 或-90度之後再繞一圈 當然不只一圈 你只要是繞整數圈 最後都是落在同的點嘛 也就是說你的c打不能是2分之π跟-2分之π 就正負90度 不能是正負90度的同位角 同位角就是在繞同樣整數圈 也就是說你的tangent c打 你的c打不能放正負2分之π加2二分之π 其中n是整數 也就是說你不能放90度跟-90度的同位角 要不然這樣的話它的cos會是0 分母是0那就會出問題 cotangent呢 cotangent其實剛剛就tangent反過來 變成3分之cos 變成y分之x 跟剛剛tangent一樣的問題就是 你的sine分母sine不能是0 sine也就是y如果是0的話 那剛好就會分別是10跟-10兩個點 10那個點就是起始點嘛 就是0度這樣子 然後你繞半圈到-10這個點 半圈就是180度就是π 所以就是說你的c打 你要討論cotangent的時候呢 你的sinec打分是0 也就是你的c打不能是0度跟180度 也就是0跟π的同位角 也就是π加2nπ跟0加2nπ這樣子 其中n屬於0 就n就是幾圈嘛 整數圈嘛 所以n就是屬於0 換句話說啦 你的c打不能是π加kπ 就是你把上面兩個如果合在一起寫的話 它會變成這樣子 不過你不用去記說它那個符號上寫起來這樣 你只要知道說它不要y是0 就是你不要落在那個x軸上 也就是說你不要讓它是0度跟180度的同位角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second second的話它其實是cos分之1 就是x分之1這樣子 那一樣就是你要討論second的話 你的分母cosc打不能是0的 那就跟tangent的情況是一樣 就是你的c打不能是正負90度的同位角 然後cosc就是sin c打分之1 就是y分之1 那一樣 你不能是讓sin c打是0 也就是它跟crotension的情況一樣 它的c打不能是0度跟80度的同位角 然後呢 我們介紹它一些的等式 先我們給一個實數c打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嘛 你tangent,crotension,second,cosc 它有些角度帶進去就會出問題 會讓它定義原本那個分母部分變成0 那現在我們給的c打 都是你讓它可以帶進去的就對了 那只是因為它那個你要分 tangent跟second的情況是一類 然後crotension跟crotension的情況又是一類 所以呢那個c打的範圍就不行 你就照說就是你要挑那個 可以讓它帶進去的角度就對了 那第一個看起來好像廢話嘛 就是tangent跟crotension是3 那這邊想表達的意思說 tangent跟crotension 它是任何實數都有可能的 因為我們看嘛它是x分之y嘛 當你x很大y很小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靠近你嘛 因為你在單位圓上嘛 它畫出來那個三角形啊 它是一個斜邊長是1 然後邊長分別是x絕對值跟y絕對值三角形 啊你斜邊是1嘛 所以x絕對值跟y絕對值都一定是小於等於1這樣子 除非啦除非它剛好就是它的那個點分別在 x走跟y走上 那就不會是只要三角形 OK但是那樣的話 你xy在怎樣都不會超過1就是 那你x很靠近0 啊y相對的它其實會被影響 會很靠近1的說 你x分之y的話 它就會去近無限大 或負無限大這樣子 那相對的crotension也是一樣的情況 就是你只要把y縮小 x去放大就可以了 所以變成說你tangent跟crotension 它其實是什麼情況都有可能的 然後second跟crotension可能 因為second是cos分之1嘛 crot second是sinθ分之1 啊我們知道說你cos跟sinθ 其實剛剛在0到2分之牌的時候 它是借在01之間 啊現在在這邊 廣義假要講sinθ我們定做y嘛 cosθ定做x 不管是x還是y 絕對值都是小等1的 它們長度都不會超過1 它有正負號 但是你居然把訣指加下去 它也不會超過寫邊1 所以你在廣義假的情況下sin跟cos的值 就變成借在負1道之間 因為你把正負號考慮進去的話 你往1那邊發展 你可以翻負號過來 變成有機會碰到負1 現在second跟crot second 就是把sin跟cos分別擺到分母了 擺到分母的話就變成這樣 你原本絕對只小於1的東西 你百分母 變成反怪 它是大於等於1的 原本小等於1的東西 反怪變大於等於1 所以這邊第二個才會是大於等於1 所以就是說 不會有實數的θ角 讓它syncθ 變成1分之1啊 或者是什麼0.9 那種小於1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再來 因為tang跟crotang 它分別是那個cos分之3 3分之cos 所以兩個其實是互為倒數 就是tang c打 再crotang c打 剛好是1 然後呢如果你取的角度 c打剛好是取那個2分之拍去相減的話 它剛好是xy會對調 所以就是說你tang c打剛好是crotang 然後2分之拍檢 c打角這樣子 然後最後 剩下兩個的話 tang 平方加1等於sync平方 還有crotang 平方加1等於cos平方 這兩個其實如果有印象的話 它跟這邊再講sync平方加cos平方等於1 都是平方向加等於某個東西嘛 有點像 那它其實是從這邊衍生過來的 那剛剛講sync平方加cos平方等於1 這個是在0到90度嘛 那其實在這邊 廣義角的話它也一樣 因為sy這個點在單位圓上 所以s平方加y平方就等於1 剛好就是它的斜邊長1 所以就是說 就算在廣義角 你的sync平方c打 跟cos平方c打相加 有的是1 那如果這個前提啊 sync平方c打加cos平方c打等於1 那我們如果把它整個同時去除cos平方 那發生什麼事呢 你會發覺說 左邊等式那邊啊 前面那一項 它會變成是cos平方c打分之sync的平方 然後這邊的話 左式那邊的後面那一項 cos分之cos分那其實就1嘛 那右邊那個變成cos分之1的平方 那它就會等於什麼 cos分之sync就是tangent c打 所以就是tangent c打的平方加1 那右邊那個cos分之1就是second c打 就是second平方c打 所以tangent平方加1 等於second平方就這樣 啊cosent平方加1 等於cosent平方 其實也是類似的方法去做出來 就用sin平方加cosent平方等於1 然後去除sin平方 這樣子就推出來了 只是一般用到機會來講 以為機會來講 大部分我們都是看tangent跟second那一塊比較多 cotent跟cosent那個出現機會 其實是比較少一些的 然後附帶一提 這邊你可能會看到一個很奇怪的寫法就是 我們剛剛是寫sin平方c打 你會發覺它的平方是寫在sin跟c打之間 就是它一個約定俗成的寫法 它代表的是sin把c打放進去之後再平方 這樣子 啊cos 其他的cos 啊tangent啊 那些其他也是同樣的 甚至你把它改成任一次方p次方 sin c打p次方我們都是寫成sin 然後它的右上角寫個p 然後再寫c打 這是它約定俗成的寫法這樣子 最後面我們再講剩下這幾個等式 那一樣c打我現在都是任一角 然後就要帶的進去那些三角元素 然後現在給一個n式整數 那我們告訴你說啊 你不管哪個三角元素啊 你繞一圈之後 它的值都不會變 繞一圈就是加2π嘛 啊你繞一圈不會變 那我再繞一圈也不會變嘛 所以就是我繞兩圈 也是跟原本的一樣 那換句話我再繼續繞 或是反方向道其實也是一樣 所以呢變成得到的第一個就是 你任何一個三角元素 你這個f啊 fc打其實就是sinc打cosc打 帶c打其實結果是一樣的 因為你繞一圈之後 它都回到同樣的點嘛 既然回到同樣的點 那就是你的xy一樣 ixy一樣的話 那當然你六個的值都一樣 然後再來比較特殊的是 如果我們不是繞一圈 我們比如說繞半圈呢 比如說sinc打加π 這樣子如果我繞半圈 比如c打繞這邊嘛 然後我繞半圈後 半圈過來的話 半圈過來你會發現什麼事呢 它這邊對應到的點 它對應到的點變成是-x-y 它在圓周上的點 就是c打加π對到底點 是原本c打的xy變成是 c打加π對應到是-x-y 所以說你既然變成-x-y 那麼你的sin值啊 sinc打加π的部分呢 它就會跑出一個符號 跟原本的sinc打比 就多一個符號 因為原本sinc打是y 你的y值轉一把80度之後 變成-y 所以多一個符號 然後cos原本是x嘛 你轉一把80度變成-x 就會多一個符號 所以這邊cosc打才會多一個符號 就cosc打加π 會等於-cosc打 是這樣子來的 然後再來tang的話 tang因為原本是cos分之sin 也就是x分之y 你轉180度之後 變成-x跟-y嘛 所以你的tangc打加π 就是tangc打加180度 也就是-x分之-y 可是你分子分明都加負啊 那不就是x分之y 那就變回原樣了 然後最後兩個 如果我今天不要加180度 我今天改成加90度呢 這邊 我改成加90度 就這邊直角過來 那它會變成怎樣 加90度 原本sy點這邊 那這邊你圖形上來看嘛 加90度 所以我現在標粉紅色的這個角 會跟這邊這個角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變它的點會變成是-y 然後x 它現在的點會變成這樣 其實你隨便找一個點啦 你如果去轉90度之後 你可以畫在紙上 然後轉90度你會發現 它的座標xy會變成-yx 所以你sinc打加90度 就是c打加2分之π 它的紙剛對面過來是這個嘛 -yx 所以它的sin值是要看原本y的部分嘛 所以變成是要看這個 那所以它這邊就會變成的是x 它變成x 那就是原本的cosc打 那cosc打加90度 就是cosc打加2分之π 變成要看它x座標部分 所以變成是抓這個 所以就變成-y嘛 那-y就是原本什麼 原本sinc打是y啊 所以就是sinc打再乘一個負號這樣 所以呢它加90度就會比較麻煩 剛剛180的時候其實 就是你sin跟cos都是固定負號 那tan其實你就直接用sin跟cos去相處 就知道了 就是負號會消掉 可是如果是加90度的話 跟剛剛我們在前面講到一個這邊 sin 就是π-c打 就是sin90度-c打 會變成cosc打 跟cos2分之π-c打 就是cos90度-c打 會變成sinc打 就是你其實 只要沾到90度的那種 它sin跟cos的地位會對掉 但是麻煩的是這邊 就如果是加90度 剛剛是用90度去減嘛 90度去減就直接對掉 但是如果是加90度之後的sin 會是原本的cos 就是第四條 但是你加90度再取cos 它是原本sin 再多一個負號這樣子 那這個的話 我是不建議去記為什麼 其實如果你要記的話你就知道說 只要沾到90度的 它sin跟cos的地位會對掉 至於正負號呢 你就實際找一個特定角度 比如說30度啦 或者是60度 你實際去踹踹看 這樣子然後去把正負號寫出來這樣子 就不要刻意去記它 因為刻意去記的話 你可能會忘記說 負號加哪一邊這樣子 但是你要知道說 你只要碰到加減90度的 它sin跟cos會對掉 然後如果是180去加減呢 sin還是維持sin cos還是維持cos 但是呢 有可能就會成負號 那一樣 那個也是用畫圖去看 只是那個 可能還不用帶特殊角去看 因為它那個結果還算蠻明顯 只要是2π 就是360度的整數倍 一圈的 那個其實完全不會變 然後譬如說 那壓了90度嘛 180那我們會想說 那270咧 270就是3π 比如說sin c打 加3π 那這個怎麼辦呢 這個我們可以看的是 sin c打 加2π 再加π 然後我就把這邊整個綁起來 你就把它想成就是 新的c打 然後套用這一條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這邊其實會變成 負的sin 然後藍色的這個部分 所以就是 它會變成負的sin 加2π 然後最後再套用第四個 我們就知道說 sin c打加2π就是cosc打 然後因為情緒有個負號 就是再一個負號 所以就這樣子出來 所以其實270度你可以先想成 先除以180再除以90度 或你要先除以90度 再180也是可以 那其實就是用這幾個 去變換出來就可以 但是你也不用刻意去計它 你其實 要用到你現場 再去畫特定角度去轉一下 就知道了 然後如果真的要有個印象 就是你要知道說 一圈完全不會變 整數圈完全不會變 半圈的話 散跟cos維持原本 但是會成一個負號 四分之一圈 也就是90度的話 散跟cos會對調 那真負號的話 再實際去帶特定的角度 去看就可以知道了 然後下一次的話 我們應該會去畫 函數的圖形出來 再介紹一些 它特殊的等式這樣子 比如說兩個角度 相加取sin值 會跟分別的角度 取sin cos之間 有什麼觀念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再次見